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然是礼貌性的称呼 若是两个人之间关系变得不一样了 或者是想要让彼此的关系更加进一步 那么他们之间的称呼就会变得不一样 也会变得更加的亲密 尤其是男女之间的关系 当两个人的关系变得不一样时 都会先改掉称呼 两个人的称呼不一样了 关系也就更进一步 随着称呼的不一样 关系拉近之后才能够让两性的关系 从普通朋友升华为男女之间的关系 这种称呼大部分都是女性开始改变的 尤其是女人 在暗恋一个男人时 总是会想方设法怎样去称呼对方 才能让对方明白自己的心意 又不失礼貌 更不能让对方觉得反感 当女人在对一个男人产生好感的时候 她对对方的称呼也会变得不一样 只要你细心观察就能发现 女人通常喜欢一个男人 想对方追求自己 她首先就会在称呼上对男人有一个改变 希望通过这样的示好行为 让对方明白自己的心意 主动追求自己 毕竟没有女人想做一个倒贴的女人 更希望彼此的感情是两情相悦的 那么一般女人会通过什么样的称呼 来暗示对方自己喜欢她 等她来泡呢 男人别不懂 当两性相处时 如果有个女人避开你的名字 而是给你娶一个倪称 那么就意味着 她内心是真喜欢你的 对你有好感 想要和你之间有一个特别的称谓 所以才会给你取一个倪称 这样显得独一无二 更能够体现她对你的爱意 一个女人给你取倪称 一定是花空心思在心里叫了千万遍 她觉得这个称呼是最好听的 也是她最中意的 并且她认为你也是喜欢她 叫你这样的称呼的 而且她每叫你一声 她给你取的倪称的时候 你会发现 她把所有的情意都暗藏在那一声倪称里 她所有的柔情和树化的语气 在这一刻全都容尽了 她为你取的那个倪称里 如果此刻 你依旧不能感受到对方的爱意 那么只能说 你也太不懂风情了 毕竟女人直接对男人表白的 只占了很少一部分 她也渴望得到男人的回应 所以才会给你起一个倪称 好彰显你们之间的关系不一样 二 哥哥 古代就有情哥哥 情妹妹的说法 所以很多女人 在喜欢你的时候 可能会直接叫你哥哥 其实她心里 就是对你有好感的 期待和你的关系更进一步 但她不敢直接对你表白 就会以这样的方式靠近你 如果你不反感 她就会留在你的身边 让你们的关系更进一步 女人很少勇敢地去表白 就是因为害怕被拒绝 或者是对方的不理解 而直接拒绝自己 让彼此再也没有机会 更进一步的可能 所以 一个女人在和你接触时 她会用温柔的语言 叫你哥哥 并且在你身边 总是表现出一种撒娇的姿态 这就是在暗示你 去追她 去宠她 她很乐意陪在你的身边 所以 一个女人 想要得到你的爱 才会叫你哥哥 希望你像哥哥宠妹妹一样的方式 一直宠着她 却又不是真的兄妹情 三 名字中的一个字 有些女人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为了拉近彼此的关系 她不会直接称对方的名字 而是只叫其中一个字 这样显得彼此的关系亲密 也是为了显得自己和你的关系 与别人不一样 要知道 很多情侣之间 都是用一个字来称呼对方 显得非常有亲近感 而且也和别人的关系区分开来 当一个女人 只称呼你名字中的一个字的时候 其实就是为了增进 你们之间的关系 让你感受到她的爱意 她的目的非常的明显 就是希望得到你的回应 希望让你主动追求她 对她表白 让她感受到 你也是爱她的 在你表白的时候 看她一定会接受你 因为她在叫你名字中 一个字的时候 用尽了她所有的热情和温柔 在表达她对你的爱意 女人在对一个男人动心后 就渴望被男人追求 毕竟一个女人 肯定有自己的魅力的方式 就是看有没有人 追求自己来衡量的 这样会增加她的自信心 也会让她更加的爱你 毕竟没有哪个女人 是不渴望被自己喜欢的人表白的 毕竟这个世界上 最好的爱情 就是彼此的双向奔赴 所以 一个女人 发自内心地爱你 想和你产生进一步的关系 她首先会在对你的称呼上 做改变 用这样的方式 来试探你的反应 即使你不答应她 她也不掉面子 而且也不影响 你们今后的相处 如果你不拒绝 能够明白她的心意 那便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毕竟她对你改秘称 就是为了 让你大胆地追求她 她早已经做好了 等你来泡的准备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欢迎给我点赞评论 也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